哈喽哈喽 各位好 我是您的评书 上节课呢我们讲了一个比方趁热点 讲了好几个趁热点的方法 趁热点呢可以随随便便让你的阅读量增加10倍甚至100倍 但是你趁热点的话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啊 就是某个趁热点的阅读量蛮高的 但是大家并不会有多少人关注你 也不会有多少人看你其他微博 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今天就要讲一个小技巧 这个小技巧叫做无线套挖 无线套挖这个游戏就很好玩 这个技巧呢真的是不需要脑子的 不需要动脑子 只需要你手工操作一下 这一个小技巧呢 可能让你的读者多停个半小时 让更多读者关注你 以及如果你是在做销售的话 会让你的销售量也会提升啊 这个活我早就干过了 2020年的时候就有读者说 你的微博是个 怎么说呢 太可怕了 只要我看到一条就忍不住一直看下去 然后一口气看就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那个时候我特别认识写微博的时候 就是这么写的 当然现在我觉得懒没有认识做过啊 那么怎么做呢 很简单 第一个 在你的最新微博里插入其他微博的链接 在你的最新微博里插入其他微博的链接啊 这是第一条 怎么插呢 很简单 你看一下我这三张图 因为我估计有些同学呢 你是那个啥 你是用手机来看的话 可能图看不清楚啊 我跟你说一下 你在你的某条微博 比如你发掉新微博吧 在这个地方 把微博点开 在右上角有三个点啊 这个地方有三个点啊 你的每一条微博 每条微博的右上角都有三个点 点开之后呢 就出现下面这一行 最下面这一行 最下面这一行呢 应该左滑 找到一个一个链接 叫做复制链接 找这个东西 复制链接 找到这个按钮啊 然后你点一下 你就把这条微博的链接给复制出来了 复制出来之后呢 你去找另外一条微博 另外你要插入这个链接的微博 也是一样的 右上角的三个点 点完之后呢 找到下面这个这个按钮 叫做叫做编辑微博 看到了吧 编辑微博 点一下 然后呢 把这条链接 把这条链接放到你的编辑微博的 就是把第一条微博的链接 放到第二条微博里面之后呢 就是确认发送就可以了 确认发送之后呢 那个结果呈现成就这样的 看到了吧 你上面是一条微博 微博下面呢 有一个链接 直接就要向下方前示了 一个链接 啊 你看 你明白了吧 我的 这条微博啊 这条微博是心心向荣 又要上班又要带娃 我怎样五天撞到4.5万元 这是我的一个短视频带货的学员 的一个分享 好 学员分享 他们看完这条微博之后呢 他们可能就感谢 什么兴趣呢 他们会感兴趣说 这个班到哪儿报 对不对 所以呢 我就把这条链接 我就把我的这个广告的链接 这个 这可能是最适合 打工人宝宝学生 做的副业项目 把这个链接插进来 插进来之后呢 他们看到这条微博 自然会看到这一条微博 我说清楚了吧 对吧 这是正常的一个插法 当然你也可以多插几条 比如说 你可以在一条微博下面 多插几个链接 叫做那个叫做延伸阅读 延伸阅读 多放几条也是可以的 但是我一般建议两三条就可以了 太多的话也不像话 对吧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 如果你在你的微博里面 你在微博里面插入过多的链接的话 会影响别人 转发的欲望 重回一遍啊 如果你在你的微博里面 插入过多链接的话 会影响别人转发的欲望 那么当你准备做一条包款 准备做一条包款微博的时候 那你就要注意这个事了 应该怎么做呢 下一个方法 就是在你的微博评论区 插入其他微博链接 各位理解我意思了吧 我们说的那个 炮吧游戏是什么意思呢 我回来说一下 你看 你在你的最新微博里 插入其他微博链接 是吧 其他微博下面再插其他微博链接 其他微博链接 再插其他微博链接 理解我意思吧 你每条微博都里有一个新的链接 那么当他减入你的一条微博之后呢 下面会看到很多条链接 不准让大家看下去 这个就叫无线套玩 但是重复一下 但是 如果你的微博是个新微博 你希望它能爆发 能有很多人转发的话 这个时候 你在微博里插入链接 你在微博内容里插入链接 会影响转发率的 那你怎么做呢 到这个地方 在你的微博评论区 插入其他微博链接 简单了吧 一样的逻辑 一样的逻辑 只不过说 你把微博链接复制出来之后呢 需要再加个标题 加个说明 再发到评论区 这个地方没有截图 你们有时间可以到微博看一下 你发问我的 我的很多微博 很多微博都这么干的 就在我的微博 凡是由几百转发到双千转发的 微博下面 一定会有一堆的 一堆的链接 这些都是我的那个 一些比较优秀的博文 以及一些广告 这些是有用的 非常有用 好嘞 那么 今天这节课的 那个非常短 我们就非常短的一节课 非常短的一节课 然后呢 其实非常有用 因为只要教你一个技巧 会用就行了 我说清楚了吧 就是两个方法 就是怎样提高阅读量 怎样提高你的阅读量 怎样提高粉丝关注度 因为有粉丝 看你的文章越多 越容易关注你 只看一篇就滑走了 看你再看你十篇 我一波文 他可能关注你了 对吧 所以我们之前讲的 这无线套丸 要点就是在微博里面 放那个链接 或者在评论区放链接 这里面有几个注意事项 第一个要常委效应 就是说你的优秀博文呢 你优秀的博文 里面一定是要放链接的 而且这个链接可以换的 你比如刚开始的时候 你希望他能力 可转带多一点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放的链接是一个 比较是一个文章嘛 是一个正常文章 但后期呢 你就可以把它改成 改成一个你的广告啊 把这个文章里 改成一个广告链接 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 你可能会用一下它 或者把它转出来 它是还会有 有阅读量的 所以才有个常委效应 就这些优秀博文 值得你 值得你这边对待 它的评论区 它的微博正文 它的评论区都应该放上链接 要注意常委效应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内容要归类 内容归类 当然有些人都那种 比较担心就不说了 像我的微博内容 比较乱一些 我什么都写 所以我的微博是归类的 就哪一篇微博 针对哪一类的链接 我是有归类的 我说了我怎么做啊 我其实是建了 用记事本建了几个文件嘛 建了几个记事本文件 把我的微博的一些好的 微博内容的分类 放到这个记事本里面 每个链接都有一个标题 这样在我用的时候 当我每当我用到一个新的微博 我觉得我该 我该往上面加链接了 那么我就点开相应的记事本 打开相应记事本 往里面加链接 你们可以翻到我微博 微博很多都是做的 很多人肯定没有注意到 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但是这个特别有用 不好意思 我最近那个不太舒服 就嗓子一直渴 第三个呢 就是那个叫无线套吧 刚才我已经提过了 不仅要套吧 而且无线套吧 你每条微博下面都有新的文章 每条微博下面都有新的文章 这样他就不一定的看下去 现在每条微博下面 就有两三条文章 两三个链接 他可以看两三条 只要你有一条吸引他 他都会连着看你七八十来天 对吧 这样的话 他就会更多的占据他的时间 以及他的关注你 营销的要求 就是尽可能多的占用客户的时间 这是一个要求 第四个 广告内容处理 这个是一个很难处理的话题 广告内容处理 我建议你正常情况下 都加到评论区 加到评论区 然后多回复几条 让他置顶 多回复几条就置顶了 然后如果你是在微博正文里面 加广告内容链接的话 注意 你在微博正文里面 加广告内容链接的话 我建议你的新微博 新微博不要加硬广告 新微博不要加硬广告链接 这样的话影响你的评论量 新微博下面应该练一条 链接一条软文或者正常的内容 大家看这个 然后你的广告应该加在老博文里面 广告应该加在老博文里面 然后你在新微博的话 就链接那些正常的微博 正常的老博文 那么老博文后面连接了你的广告内容 这样的话 他们也会看到广告内容 但是他们不会就有太多反感 这是微博的区别 好 这些课我们讲的非常简单 就是几分钟就讲完 但是他非常的实用 就是你真的不需要太多脑子 直接操作也可以了 然后它可以让你的 让你的读者 在你的微博多停留8秒时 让你的粉丝关注量也会更多 然后也有利于提高你的产品成交率 好了 我们今天这些课就讲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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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